好 继续关注香港 半年时间不到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又来调降香港信用评级 香港政府表示非常不认同 香港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 今天明确表示 穆迪的这种做法 对香港不公平 去年9月 穆迪就将香港信用评级展望 由稳定转为负面 这次虽然将评级展望恢复为稳定 但信用评级 由AA2下调为AA3 这将显著提升香港市场的融资成本 影响香港经济 香港特区政府对此深感失望 并指出 穆迪对香港的信用评级 亦与香港良好的信用基础不符 而且穆迪提出的财富不均 人口高龄化 楼价负担能力 并非香港独有 更没有影响香港的制度优势 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与全球最佳营商地之一的核心竞争力 而且香港政府也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 特区政府表示 自回归以来 特区政府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 规定落实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不认为穆迪有足够理据 就此提出任何质疑 我们在上海演播室 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 张健你好 您看受到穆迪下调香港评级的影响 今天我们也注意到了 香港的恒生指数收盘大跌了近3% 失守了28000点的大关 你怎么看穆迪评级 对香港经济带来的影响 我们知道穆迪与惠玉标准普尔 作为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 他们对一个经济体 一个企业的评价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得到他们的加持 经济体企业 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 如果被他们看空 对经济体 对企业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看到 从历史上来看 国际信用评价制度 长期以来被这三大机构所垄断 他们的评价模式 评价标准 评价规则 也受到很多的质疑 因为他们这些评价标准 往往是采纳西方的这种制度标准 同时在这个历史上来看 他们这个评价 往往也与现实有很大的出入 比如这个2008、2009年 全球金融危机 他们这几个评价机构 都没有预测到 那我们再看他对这个香港降低香港性评级的这个依据 就是认为香港特区政府的支离能力 支离机制 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认为香港社会存在的这些贫富差距 人口老龄化 房价等等这些问题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 上一周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出台了 缓解社会问题 纾困的十项具体措施 受到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 广泛欢迎 那这与穆迪的信用评级 对香港社会的这个评价 正好形成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对比 所以说我们对着这个穆迪的评价 我们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因为对于香港经济来讲 它本身还是要靠它一个内生的动力 可能这个穆迪的评价 对近几日这个香港的股市有一定的影响 但从长期来讲 香港还是要靠它自己内部的这个发展动力 就像您说的一样 我们要参考也要综合各种各样的数据 来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尽管我们说 看到年底各项的经济数据不看好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 正在日式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 港交所的主席李小佳 他表示说 去年香港的市场总共是有 183家新的公司上市 那么集资的金额是达到了3129亿港币 也是继续地荣登了 全球新股集资市场的榜首 那么显示对于香港金融市场 是有强大的一个任劲 那么大家也是投下了一个信任票 所以它是希望带给达沃斯一个信息 就是香港有能力重塑自己 那您怎么看香港市场这样的一个任性 那2020对于香港经济的前景 现在各界的看法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说会持续地衰退 也有的说可能会触底回弹 您怎么看 确实2019年因为香港社会受到 这个修理风波的影响社会动荡 对香港经济出现了这个技术性衰退 那我们也看到 以这个金融为核心的香港这个金融制度 金融这个发展这个动能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仍然是在展现出了 它在国际上一个领先优势 那对于2020年香港经济的前景 我个人认为如果香港能内外结合 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实现一个强劲的反弹 恢复经济因为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中美 刚达成了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对于一个外向型的 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这个香港来讲 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 那同时以越港大湾区 为代表的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也给香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发展动力 所以这是一个外部的因素 那从内部来讲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在采取措施 来推动解决香港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也在为它因为2019年出现了 这个经济的一个基础性衰退 来想到一些新的办法 来推动这个经济的恢复 我觉得这个两个内外结合 确实可能为今年2020年 香港经济的发展 从这个内从外带来一个 很好的这个市场环境 从这方面两者相结合 我觉得对未来 香港经济能实现一个增长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兆 谢谢张主任跟我们带来的分析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60分 稍后您将看到 我们下期再见